想要让机体看起来更有爆发力 那你就一定要试下这个手臂推进器的做法 嗨这里是迪斯派我是阿曾 我们经常能在影视作品里看到一些战斗力爆表的机甲 会在手臂上装一个推进器 以此来增加挥拳时的破坏力 那么今天我们就试着在这台1G创制墙鞋的手臂上 也添加这样一个装置 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用0.1的推刀走一下小臂的落差刻线 这种细小的地方也要记得走到位 这个拐咬处凹槽比较浅 走线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我们把小臂中央的凹陷处两端的断头线连接起来 手臂的正面我们沿着这条棱刻线 用刻线胶带贴在边上斜着下刀 这个地方很容易刻飞 我们轻轻的蹭出刀痕再加深 这个转折面不要直接无视 沿着转折面的方向再贴两次刻线胶带去做刻线 小臂内部的刻线也不要落下 顶部用垂线连接 随后用大口径推刀向着内侧沿着刻线刮出斜面 再用0.1尺寸的推刀加深一下 一个平板的手臂一下子就变得立体了 两侧的凸起也变成了为了加强防御力而叠加上去的强化装甲 我们在上半部分再加一点点细节 用2毫米胶带把块面分割开 沿着这块挡板的外侧用2毫米胶带做两条垂线 到目前为止这已经非常漂亮了 你可以选择就此停手 或者让我们再上升一点难度 沿着这条若隐若现的轮 我们贴一条3毫米的胶带做线位 然后找到上方这个转折角 在角的顶点处做两条垂线下来 横着的这条线槽的作用不是分割装甲 而是分割出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用0.3的推刀刻出线槽 这里可以多刻两刀刻得深一点 然后再用1.5的推刀斜着刮出鞋面 45度下刀不用到底 深度约为线槽的一半就可以了 随后我们用刻线胶带 沿着上方这个面的周围 0.5毫米处 用0.15的推刀刻一圈 边缘很窄 我们这次换个偷懒的方法 在内侧贴胶带 轻轻的用力蹭三刀 蹭出一点点刀痕 出界了也没事 但务必要保证 四个顶点都连贯起来 刺下胶带后 从顶点位置往里面刻线 逐渐加深 然后用1.5的推刀 把中间围起来的框 削下去一层 可以先用铲的手法 再用刮的手法 为了保证底面平整度 不要出现弧面 我们刮的时候 可以换着方向来 尽量保证槽底和边缘的工整度 之后用一型碳纤维打磨板的顶端 贴上八百目砂纸 把底面打磨平整 刻出落差 最后换四百目砂纸 把整个面挡磨一下 细化一下磨痕 到此 手臂推进器就完成了 那既然有了推进器 怎么能少得了散热口呢 下次教各位去做一个手臂的散热口 让我们一口气 把手臂的部分给完工了 请记得准备好这些工具 在周六晚上6点 迪斯派官方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